大家好 今天8月2日 星期五 在8月份第二个交易天 股市相当反复 因为美股昨晚大幅急跌 今天日股亦大幅跌了二千多点 说了很多次 美股日股上升刺激不了我们 但美股和日股急跌一定会影响我们 先看今早的视况 总市行市先是低开279点 去到1万7,025点 之后曾经有少少拉升 见过1万7,075点 但没有法子再退尽 买盘不足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后因为日股急跌 美股昨晚又大幅下限 影响到投资的气氛 结果零零碎碎的沽沽地涌现 直至到下午3点左右 指数已经低见1万6,865点 相对昨天收市来说 是跌了439点 其后有少少断定 最后指数就收到1万6,945点 仍然跌了359点 成交金页1,005亿 先不要说成交金页了 一直都是偏疏的 先看看这个月形态 经过今天的反复之后 8月份已初成一个先高后低的形态 指数是由1号高位17,408点 跌至今日的低位16,865点 两天之内 指数的波幅跌了543点 不过这样 一个月的高低位一般来说 不应该同时出现在两个交易天之内 当然不知543点的波幅是小的 绝对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剩下来很简单 如果先高后低形态不变 指数暂时没有发指 突破17,408点的话 在技术上来说 大市是会进一步向下 找到今个月的低位 这个大家就很心理准备 再看看移动线的方面 仍然还是反复大远 直到现在收市来说 16,945点 指数仍然是反复在 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而这么多种平均移动线 最低的就是十天线 现在在17,228点 很简单说 如果大市要摆住 不断向下沉底的威胁 第一个条件 就一定要回到十天平均移动线之上 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 看高一点 250天线 已经跌到17,398点 即是在今个月的543点的波幅里面 就宽了10天和20天线 你要突破高位 收服了两组平均移动线 这是最基本的 当然成交金额也要配合 第三季市况仍然离慢着一股弱态 因为最高的指数是7月12日的18,317 最低的指数是今天的16,865点 但一个季度的波幅 怎可能只有这么少 起码都是2,000 即是说7月8月9月这三个月 如果指数没有发指突破 或者升破18,317 就很心理准备 市是会进一步向下找 季度的一个新低 好了 指数刚才提到 已经跌穿了所有平均移动线 亦都创了由5月20开始跌市以来的一个新低 技术上我们的防守性据点在哪里 没办法 已经退守到今年4月19日的低位 16,044点 这一点的防守性相当关键 一旦有失代表什么 代表由4月19日开始买的货 我不管你中线短线 全部要输钱 你不走他不走 总有人减持 所以现在真的要做少少风险管理了 事实上相对今个月高了17,408 为什麽呢 千两点波幅 指数已经试得到16,000左右的水平 大家都是保守少少好些 大家好 今天是8月2号 星期五是8月份第二个焦点 故事在孤亚不断出现之下 在创了这个季度的新低 等一下再分析 先看看今天的情况 恒生指数早点先低开279点到17,025点 曾经一度稍微回升到17,075点 可是没有办法再推进 满盘不足是主要的原因 还有 顾盘要不断一点一点的出现 结果到下午3点左右 指数已经曾经一度跌了439点 而低渐16,869点 好了 8月份只是过了两个教育天 指数暂时是从1号的高位 在17,408点 跌到今天暂时的低位16,865点 等于说走势是先高后低 而波幅有543点 首先 543点的波幅还是少 一定不能够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还有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可能 同时出现在两个教育天之内 等于说不要到月中 只要先高后低的走势维持不变的话 股市还是会进一步往下寻找这个低位的 这个是一个月的一般的走势 再看看这个季度 第三个季度最高指数是7月12号的18,317点 最低暂时来说就是今天的16,865点 等于说第三个季度也同样出现一个先高后低 那对后一个阶段股市的发展来说 我觉得真的有一点令人担心 我们再看看移动线方面 恒生指数暂时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而现在最低的移动线就是徐天线 已经跌到17,227点 股市现在在16,816,9 好像距离那个徐天线不算太远 可是大家想一下 在这个交头比较淡正的释放当中 股市要上升300到48点 不是没机会 可是还是有一点困难的 问题就是哪一次主要的南筹上升 而从一拉动那个指数往上走 这个就很关键了 像早天汇宏不断的上升 从66块多上升到接近70块钱 当然是拉动指数出现一个明显的上升 可是现在看起来 魏宏的走势也开始比较反复了 而中移动也是赔回在72到73块钱左右 其他的主要南筹也出现反复而太偏远的走势 在这个情况之下指数要往上走的确是很困难 尤其是腾讯、美团跟巴巴这三个新经济股份 他们在恒生时数前分里面见到超过20% 走势还是太远 所以不管是传统南筹还是新经济股份 暂时的走势都是偏远 在这个情况之下故事要往上走的确是很困难 还有没有动力、没有成交、没有资金去推动 故事没有动力是很难推上去的 就算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上升 也可能只是有波幅而没有身负 有反弹而没有大胜 好了别的不用说了 现在我们先看看韩正指数 在下个星期能不能够稍微做好从而回升到许天神以上 要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大家要做好风险管理 故事往下看 另外一个比较具防守的支持 就要退守到今年10月19号的低位 16,044点 暂时来说 我觉得应该稍微保守一点点比较好的 好了下午分析就说了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订阅、按钟仔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 欢迎可以按住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